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思考节目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近期国际舞台上发生的几个引人注目的事件 首先 美国官员指责俄罗斯和中国在东亚峰会上阻碍共识声明的达成 这起事件不仅凸显了南海问题的敏感性 还揭示了东南亚国家在大国之间的艰难平衡 接着 我们将转向护肤品的演变 从过去的Neutrogena爽肤水到如今的Benefit和Tota Harper等品牌 这些新兴产品如何重新塑造我们对肌肤护理的看法 并提供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最后 我们将分析中国在欧盟面对电动车关税问题上所遭遇的挑战 这一决策如何打破了欧盟内部的共识并影响了中欧之间的关系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反映了当前全球政治的复杂性 也提醒我们在面对挑战时合作与对话的重要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华盛顿的外交舞台上一场风波悄然掀起 俄罗斯和中国被美国官员指控 在东亚峰会上阻挠一份由东南亚国家起草的共识声明 这份声明的焦点落在南海的主权争议上 这片海域拥有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航运通道 是多国决力的核心 美国官员透露 这次会议上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已达成一份草案 并将其提交给18国的东亚峰会 但俄中联手的意义让这份声明陷入困境 这位不具名的官员表示 ASEAN提出的草案是必须接受的唯一选择 不容妥协 此举让人想起国际政治中常见的博弈 特别是在涉及敏感的地缘政治问题时 情势更加复杂 南海问题由来已久 中国的主权声索引发越南 菲律宾等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对 并在国际法庭上对中国提出挑战 寻求全球支持 然而中俄的阻挠 让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这不仅挑战了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团结 也对美国及其盟友 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构成威胁 美国一向支持东南亚国家的立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东亚峰会成为各国的展示立场的平台 各国领导人面对不同的利益和立场 必须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 寻求合作的可能性 在这场国际外交的博弈中 ACM的角色尤为关键 作为地区内的重要组织 它需要在大国间寻求平衡 维护自身利益 这需要的不仅是智慧和勇气 还有各国之间的团结与合作 这一事件提醒我们 面对全球性挑战时 多边合作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唯有通过对话与合作 解决问题的办法 实现共同发展 从护肤品的演变看 90年代的Neutrogena爽肤水 曾是青少年抗斗的利器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专家们发现其过于激烈的治疗方式 可能损害皮肤屏障 导致敏感性增加 反而自己皮肤产生更多幼稚 如今Benefit和Tota Harper等品牌的出现 显示了护肤品的新方向 从惩罚性治疗 转向呵护性调理 受到韩国美容创新的启发 现代爽肤水配方 愈发富含保湿 舒缓和再生成分 如绿茶 玫瑰水等 能提升肌肤的水分和舒适度 Wild Eyes Botanicals创始人 Lyod Miller Bosch指出 精心制作的爽肤水 能平衡皮肤的PH值 去除残留污垢和化妆品 增强水分 并为后续护肤产品的吸收 做好准备 在这股护肤革命中 适合不同肌肤类型的爽肤水 应运而生 对于油性肌肤 去搅滞的爽肤水 可控由减少毛孔粗大 而含有透明质酸 和卢蕙等保湿成分的配方 则是潜性肌肤之浮 能在不刺激的情况下 带来水润和舒缓 Johansson博士强调 现代爽肤水的进步 体现在其针对不同皮肤问题 提供的多样化解决方案 而在欧洲 围绕电动车的关税争议 也在搅动着国际舞台 中国的分而置之策略 在欧盟正遭受挑战 欧洲委员会于近期投票 决定对中国生产的电动车 征收高达45%的关税 此举动不仅打破欧盟内部的共识 也在德国和法国 这两个经济核心之间制造裂痕 德国反对这一提案 而法国则支持 显示出两国在对待中国的立场上 出现分歧 更耐人寻味的是希腊的角色 该国选择弃权 这一立场 似乎意在缓和中国的潜在报复 毕竟希腊 曾受益于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 然而 随着中国在希腊的投资减少 雅典也开始重新考量其在欧盟内的立场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机制 从17加1缩减至14加1 显示出中国在欧洲影响力的减弱 即便其全球影响力在增强 电动车关税的争议 让欧盟国家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 与此同时 塞尔维亚等国 在欧盟的经济安全政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为欧盟在与中国的经济博弈中增加了筹码 面对欧盟的强硬立场 中国或许需要改变策略 德国和法国的双边关系 这一事件提醒我们 不论在外交还是经济领域 国际关系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使得合作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各国在面对全球性挑战时 需要在多边框架中找到平衡和共识 这才是实现长期利益的途径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其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其切 美国指责俄罗斯和中国阻碍东亚峰会声明 这是一场大国政治的博弈 美国长期以来试图在南海问题上 形成对中国的国际压力 而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合作并不意外 这种地缘政治博弈 从冷战到现在一直在上演 国际会议成了大国决力的舞台 这种现象并不是什么新闻 哈哈 楚天书 美国这么说就是在抱怨自己的影响力不够大 想想美国自己在南海问题上不也是在膨胀自己的影响力吗 俄罗斯和中国这次联手只是展示了他们的外交能力 这是国际政治的一部分 美国想让大家站队 结果被别人合纵连横了 这不就是平常的政治游戏吗 谢琪琪这次事件也反映了东南亚国家 在这种大国博弈中的尴尬位置 他们需要在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寻求平衡 ACN的角色至关重要 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展现出智慧和团结 这样才能在大国之间维持自己的利益 而美国的支持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安全感 这也是卫尸膜美国在此问题上这么积极 楚天书 你说的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尴尬位置 其实是他们的外交资本 正因为有大国的竞争 他们才能有更多的谈判筹码 这不就是国际关系的潜规则吗 就像小国在冷战中利用东西方对立来获取利益一样 美国的支持固然重要 但他们也需要其他选项 以免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谢琪琪 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东南亚国家确实可以在这种情况下 获得更多谈判筹码 但需要注意的是 若这种大国对抗加剧 对区域稳定是没有好处的 过去几年 南海的争端已经造成不少困扰 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实现多边合作 才是最符合国家利益和区域稳定的方式 哈哈 楚天书 我们都知道国际政治不总是这么理想化的 大家都想多边合作 但现实是 大国总是想要在这个过程中占上风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东南亚国家需要灵活应对 充分利用各方的压力来达成自己的利益 国际政治本来就是一场棋局 谁都想赢 不是吗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